今天财经快报 16位诺奖得主警告 特朗普政策将加剧通胀 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周二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警告称如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在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美国和世界经济将受到影响 理想汽车盘前涨超1% 上周销量达1.17万辆稳居新势力品牌首位 格隆会6月26日理想汽车港股 今日收涨4% 带动理想汽车LIUS 每股盘前涨1.13% 报18.75美元 公司公布 上周6月17至23日 汽车销售量达到约1.17万辆 按周增加11.4% 新东方盘前涨2% 或机构看好 格隆会6月26日新东方 EDUS盘前涨2.03% 报78美元 大核发报告称 将新东方2025至2026财年收入预测上调3%至4% 以反映东方甄选商品成交金额假设较高 网易盘前涨超3% 旗下泰亚史诗新增移动端加机构 看好暑假新游上线表现 格隆会6月26日网易 NTSUS 每股盘前涨3.28% 报96.09美元 消息面上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昨日公布2024年6月份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 共104款游戏获得版号 AI大模型的应用商店要来了 OpenAI之后 苹果被爆正与Meta等数家公司洽谈入驻苹果智能 在本月中旬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产品和OpenAI的合作后 苹果又被爆出正在与Meta等数家AI公司洽谈入驻Apple 联邦快递盘前涨于13% 年度利润指引超预期 格隆会6月26日联邦快递每股盘前涨于13% 报290.2亿美元 联邦快递第四财季调整后EPS为5.4亿美元 分析师预期5.34美元 第四财季营收221亿美元 符合分析师预期 美联储观察 政策侧重转向通胀与失业曲线的双斜率 文述张涛 陆思远美联储的2加1的政策目标美国联邦储备法 Federal Reserve Rivion盘前暴涨超42% 宣布与大众成立合资企业开发下一代电动汽车和软件 格隆会6月26日曾有特斯拉杀手支撑的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Rivion Automotive Rivion US 每股盘前暴涨超42% 报16.99美元 消息面上 Visa 万事达300亿美元和解协议遭美法官驳回 当地时间6月25日 美国一名法官驳回了Visa达成的一项约3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该协议旨在限制向商家收取的信用卡和借记卡费用 你投资50亿美元 大众将与Rivion成立合资公司 预计今年四季度完成交割 陪见如孙磊当地时间6月25日晚间 大众汽车集团共同宣布 双方将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比尔盖茨在谈AI 核电 美国大选与气候变化 盖茨也曾推动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如重返白宫 德国7月消费者信心意外下滑 经济复苏之路崎岖不平 德国7月消费者信心 廖晓福下滑 结束连续四个月的上升势头 原因是物价上涨和经济缓慢 复苏带来的不确定性 令家庭选择无紧钱包 调查显示 澳洲联储加息在即 通胀数据飙升引发市场紧张 汇通财经Apps 随着澳大利亚5月份通胀数据的公布 市场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澳洲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 通胀率连续三个月超出预期 这不仅推动了澳元的走强 法国政局动荡冲击法债市场海外投资者持有比例惹担忧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出人意料的宣布提前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之后 极右翼和左翼政党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加剧了市场对法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 花旗 阿里全球速卖通与巴西Magal合作为正面策略性举措维持买入评级 花旗在其研究报告指出 是阿里巴巴旗下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与巴西数字零售平台Magaloo之间的战略合作 为公司国际数字商业集团AIDC的积极战略部署 戴比尔斯今年第五个销售周期原钻销售额同比下降31% 英美资源集团周三表示 旗下戴比尔斯的原钻销售额大幅下降 部分原因是北方夏季的交易平静期 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矿业公司表示 海通国际 看好网易暑假新游上线表现及长期领先游戏研发实力 格隆会6月26日海通国际发表报告指 网易近期对梦幻西游端游进行商业化调整 引发市场对游戏生命周期及其对网易高RP变现模式影响的担忧 大众汽车股价下跌此前与Rivian达成50亿美元投资协议 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周三早盘下跌1.4% 此前宣布将至多投资50亿美元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Rivian组建合资公司 三名分析师表示 麦格里与日元空投唱反调预计日元有望升至120 日元多投近来基本处于隐身状态 但麦格里集团却是个例外 麦格里驻新加坡外汇和利率策略师Garis Berry表示 日元可能在18个月或更长时间走强至1美元兑120左右 金价回调带来机会 美银花旗其畅多3000美元件 智通财经获悉根据美国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 随着美联储开始降息以及债务上升带来经济不确定性 未来12至18个月金价可能触及每盎司3000美元 麦格里逆势畅多日元若美联储大举降息日元有望升至120 随着近期日元汇率持续下跌 日元多头似乎都销声匿迹了 但麦格里集团表示 野村交易与投行业务负责人或有史以来最高薪酬是CEO三倍多 日本最大证券公司野村控股给一名外籍高管开出了公司历史上最高的薪酬 根据周三提交的监管文件 野村交易和投行业务负责人克里斯托弗威尔考克斯 Christopher 垃圾债成重要融资选项 法国企业赶在大选前大举发债 在本周末第一轮法国议会选举后可能出现的任何潜在中断 或者出现任何意料之外的政策倾向异或政策信号之前 一些法国企业担心在选举不利的情况下会出现垃圾债券大幅损失进而次 欧洲央行管委雷恩2024年降息两次预期合理利率或探底2.25%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奥利雷恩近日在赫尔辛基的一次采访中 对市场关于欧洲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进行了明确而审慎的回应 熊市要来了 加信理财发出预警美股走势与上一轮崩盘前惊人的相似 加信理财本周写道目前的股市规模开始出现2021年的情况 这一年是最近一次熊市调整的前一年 在其最新评论中该行将矛头对准了指数水平与个股表现之间日益严重的不一致 澳门酒类零售商Apsium Enterprise IPO定价5-7美元股拟筹600万美元 总部位于澳门的酒类进口商和零售商Apsium Enterprise条款 在最新提交的文件中 该公司还用EF Harden替换了Network E 德国7月消费者信心料将下滑 结束连续4个月上升趋势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德国消费者和企业一样 对前景持更为悲观的看法 这反映出德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增加 研究机构GFK和纽伦堡市场决策研究所周三发布的前瞻性德国消费 特斯拉Cybertruck召回事件透露交付数据月产量远不及目标 6月25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召回11,688辆Cybertruck 召回原因为电流过大汇导致前挡风玻璃与刮器电机控制器失灵 又一款减肥药传利空 研究称诺和诺德老款减肥药Saxandar获质股密度下降 去年在全球市场卖了100多亿元 蔡鼎一个月前 有研究称使用减肥神药思美格鲁泰的非糖药病男性更容易出现勃起功能障 在、�rition尸体治体称使用减肥神药的在硬化 到基因之下 召回等用完 !